大家好,歡迎來到旅行兔兔,我是尼克爸 我們今天做了這個麥克風支架的改裝 我們加了這個防震架,看起來整個就更專業一點點 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旅行兔兔,我是尼克爸 今天我們來做一個麥克風的改造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這個是SHORE的MV7的麥克風 還沒有看過我那個SHORE MV7麥克風開箱的 可以點上方的資訊欄去看一下 我上一部片拍的SHORE MV7麥克風開箱 那我們今天呢,我們來把它進行一個改造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現在這個SHORE MV7麥克風的配置呢 就是一隻這個麥克風支架 然後接著我的SHORE MV7麥克風 然後前面一個防噴噪 那我今天呢,要來跟它再加一個東西 讓它看起來更專業一點 就是這個 麥克風的防震架 對 叫做SHORE MV7麥克風防震架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齁 就是我們可以把麥克風架上去 好,我們廢話不多說齁 我們直接準備來做這個麥克風防震架的安裝 開始囉 首先我們打開這個麥克風的這個 防震架包裝齁 那它這個 它這個防震架其實 結構蠻簡單的 它就是一個架子 然後呢,這個中間這邊呢 有幾,有這個 這邊,這個 這個大家不知道看到 這個 這個是那個 有彈力的這個繩子齁 所以麥克風 裝在這邊呢 它就比較不會受到那個 我們敲桌子啊 因為我們的 這個麥克風是架在桌子上面嘛 就不會因為我們敲鍵盤啊 或者是撞到啊 這樣去影響到這個麥克風齁 那我們現在準備來做這個安裝 首先呢 我要先把我這個SHORE MV7 從這一個 支架上面拿下來 轉下來之後呢 喔 想到一件事情了 大家看到這邊上面一個銀色對不對 那時候我裝這一個 這一個 轉的 這個叫做什麼 轉接環 我要找一個東西來 來幫忙 好 先暫停一下 OK好 大家我回來了 然後我們找一下這個 十塊錢來幫忙 不過我轉不動這個東西 轉 把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轉接的 這個 轉接把它拔下來 好 然後把它裝在我們的 這一個 麥克風支架上面 那我現在呢 先把剛才從 SHORE MV7上面 拔下來的這個 轉接螺子呢 先把它鎖在這個 麥克風支架上面 再來呢 我現在要把我的 這個SHORE的MV7 裝上去 看一下這個 這個 裝上去以後大概就是會變成這個樣子 大家看一下 就是裝了 防震架的 這個 欸 真的會抖欸 對 它這邊有一個 這防震的功能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要把這個麥克風裝回去 好 好 呃 這邊可能要調整一下 因為加了這個支架之後 變得有點重 支架這邊要調一點力氣 好 然後呢 我看人家都是怎麼 怎麼裝的 看一下 這個要 這樣 要變成這樣 好 好 要把它 轉過來 好 就是變成這個樣子 好 好 這邊 我們 鎖緊 上面也鎖緊 把它整個都要鎖緊 好 大家有看到嗎 現在就是 這個樣子 然後呢 再把我的這個 這個防噴罩 裝下來 大家看一下喔 現在就是這個樣子 有看到嗎 已經完成了 這個是 原本的樣子 後來的樣子 就是我的 麥克風 改裝完成 加了這個防震架 OK 好 那這樣的話 就 整個完成了 我這個 short的麥克風的改造 來 來 1 2 3 來 我們來錄一段 Pockets 對不對 讚喔 好 那 大家好 歡迎來到旅行兔兔 我是你 客爸 那我們現在今天呢 做了這個 麥克風支架的改裝 那我們加了這個防震架 看起來整個就更專業一點點 齁 那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打開小鈴鐺 那 你的鼓勵就是 你可把創作最好的動力 好 謝謝大家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掰